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黄龙翼的玩法 黄龙翼目前分很多种玩法 玩法非常多 第一类的玩法就是珠宝类的玩法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一些高端的珠宝视频 就如这一件一样 它的珠光宝气达到了一个珠宝级的级别 那么就是说黄龙翼在整个前中国所有的宝意识当中 能达到最高端的珠宝视频 那么目前只有黄龙翼 它的筛险的方式主要以翡翠的筛险方式 那么第二类是一纸类玩法 一纸类的玩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和田玉 以和田玉的眼光去筛险黄龙翼来玩 就是说主要筛险的方式是筛险一纸的抑制感 以及一纸的细腻度结构以及它的密度 第三还有一个玩法就是绿松石的玩法 那么就是文丸的玩法 我们所说的文丸的玩法就是显黄龙翼的高磁度 以密度以变色度一个筛险方式来筛险 它主要筛险的方式是以绿松石的眼光去筛险 它的玩法跟绿松石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相似度 那么第四个玩法就是水木化玩法 水木化玩法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龙翼当中的草花料 黄龙翼有一个序列里面它就是草花料 草花料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动物以及植物 以及景色以及各种美景 山以及水 琥珀 一些非常美丽的橘色 那么这个玩法呢也是相当于古人玩渠实的眼光去筛险 地图 以限纱翼的招物 即点数得